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TD Bank 道明加拿大銀行 全加拿大第二大 2023年第三季的業績 年代因為上星期尾 今星期頭就出了五大銀行的業績 他們有什麼共通點和有什麼趨勢呢 值得一提TD Bank 我在大約三個月前 也講了第二季的業績 而且也是當時 隨著直谷銀行 有人發現TD Bank 買了 FIRST HIRWISON 最後吐出來 於是股價大跌 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麼多銀行最值得投資就是TD Bank 過去三個月截到至少昨天的夜晚收市之後 TD Bank 升了7.7% 是五大銀行裏面做得最好的 其次是B模升1.5% 其他全部都是下跌的 所以你都可以說 投資TD 至少在過去幾個月 都是五大銀行裏面做得最好 雖然你又不可以跟科技股 GOOGLE 爆升到變變太太 Anyway 2023年 第三季做得好不可以呢 稍為比這個預期差 至少我的預期 他在利息收入方面 按年升了14% 去到7.4B 但是按季就沒有起跌 最主要來講就是 這個息差 沒有升到 甚至有些下跌 雖然Long Warrior 就輕微地上升 如果是股市 或者是債市 Sensitive 那些板塊 這樣就是1.3B Revenue 按季就升14% 按年也升41% 隨著整個市場回來 無論是招股活動 招債活動 特別是上一季是非常之差 都是有那個理想 這個板塊 就是好過預期 其他的收費方面 3.4B 按季就升5% 按年就下跌1% TD Bank 尤其是 Insurance那邊 做得不夠好 尤其是比較起 World Bank 近來可能汽車費用貴了 偷車數字又多了 所以他的賠負 上對來講 TD Bank 上升了 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在當中 整體來說 Wevenue 12.1B 按季升3% 按年升12%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外外賬是繼續攀升的 0.8B 對比起 上季 上升28% 對比上年同期 都說 變態地升118% 仍然都可以說 在一個可控制的 景地 如果你計算 按整個 Loan Portfolio 都是 0.35% 外外賬 哪怕 對比上季 0.28% 或者對比上年同期 只有0.17% 高了很多 但是 仍然 都是 非常之低 整個加拿大銀行 這個外外賬撥比 On Percentage 都是 OK 哪怕全部 都是上升 這個 都是預計之內 如果你對比起 COAC之前 這個數字 也不算 太差 隨著利息 繼續上升 現在不知道 加拿大央行 會不會在9月 繼續加息 越加息 外外賬 相對來說 售壓程度 會越來越大 以至到 到底會升多少呢 只能夠說 暫時來說 應該沒問題 Depends on 加拿大還會加多少息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 變數 值得關注的 或者是投資者 最Upset的 就是 他的Expense 首先 因為他本來要買 First Horizon 但是 最後 群眾壓力 或者群眾擔心的緣故 最後他會吐出來 扔煲費 要0.7 B 那麼厲害 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的Expense 是7.6 B 比起 上年同期 升了 24% 那麼厲害 如果你剔除了他的話 比起上年同期 上升15%左右 比起 上季 4% 6.9 扔煲費 6.9 如果不計 這個外壞賬的話 他的收入 所謂的PPPT 是5.3 B 對比起 上季 上升3% 對比上年同期 也有5%的上升 至於 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 即是剔除了FIRST IMPACT 1.99 比起上季 上升3% 比上年同期 下跌了5% 算是接受得到的 result 如果你看回其他的數字 加拿大其實 做得不錯 他的板塊 在Volume 在息差上 下跌不算太差 仍然有些上升 各方面 美國那邊 做得弱一點 而這個 Holesale那邊 因爲 Investment 投資 各方面 都是做得很好 回到 所以有個爆升 就是 Market sensitive Market related 的板塊 而這個Expense 他就說 除了 因為分手費之外 人工加了 再有 他投放在 IT technology 的錢 仍然是非常高的 這個數字 無論是 任何銀行 都是相對 比上年同期 高了很多 這個在上季 我們都見到過的現象 估計 去到 下年的時候 應該就會消散 即是 Growth 不會是 下下都 10% 上去 回復 一個相對的正常 你說 下限是2% 至5% 左右 這個水位 還有 TD Bank 仍然 按季升了2% 按年 增加 10% 這個對比起其他銀行 都算是 英俊 繼續有借貸 但隨著利息繼續高 這個數字 應該 在Wallium-wise 都會 Slow down 但是 在這個 息差上 應該 Mismatch 可以調理好 以至 不會繼續進一步插水 應該 相對的 健康平穩 如果是這樣 利息收入 相對來說 增長 應該會 進一步 放緩 而這個 資本充足率 還是健康 維持在12.2% 比之前 多了一點 其他銀行 都有類似的情況 在當中 至於 Deposit TD Bank 是其中一間銀行 是下跌 其他銀行 都是輕微地上升 按季下跌 2.5% 按年下跌 3.6% 最主要是他前幾年 2019年 將 TD American Trade 就是一間 brokech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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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公司 因為是一間主力 做brokech 的公司 現在都去到 全北美洲最大的 當他合併了 如果有些人 製造 Online brokech 甚至是免費 交易的公司 如果是正正規規的 他是全北美洲最大的公司 當他合併了之後 但是 他一些傳統的 Deposit 和Loan 的 Business 就不斷的萎縮 隨著 利息不斷上升 你拿著 Deposit 在一個 投資博士的戶口 是幾乎無息 很明顯 你就要走路 走去別的地方 同一時間 就算借孪轉 來投資 利息不斷上升 你都未必有好處 於是 那個利息 也同時間 減退 以至於 這個就不斷插水 跟正常來說 一間銀行 放鬆 Deposit 就走路 是 有一點點的關係 但是 他那個 是相對其他銀行 是大很多 當他合併了之後 TD就 屬於這間 Swap 的公司 大約 12% 左右 所以 剔除了 這個 板塊 Deposit 就有輕微上升 我自己看回那間公司的業績 有些分析員就說 他都應該跌完 Deposit 尤其是如果利息不再 繼續升太多的話 我都 Believe 可能 跌多 一兩季 因為 還在寫下去 不是 揣定 那一隻 既然他已經分手了 付了錢 而且 今季 除了Expense 養衰少少之外 都叫做 能夠 符合我的預期 所以 我保持 100元 出了業績 曾經跌到 破了$80 79 我入不及 80元 入多資 現在 在做$83 仍然有 Potential 所以我都會繼續 持有 對比其他銀行 World Bank TD Bank 今季 做得 太帥 當然 比起 剛出業績 CIBC 上季很英俊 因為Expense 相對於其他銀行 是低 但今季 養衰 他仍然 我相信 是看過的 善 哪怕 從一個 Book Value VS Price 又或者 PE Ratual TD Bank 都是不便宜 僅次於World Bank 你可以說 Statistics 相對來說 是貴的 僅次於World Bank 但是 Ratual 我覺得 仍然 在銀行 是其中一間最好的 所以我才 五間選擇 其中一間 Anyway 這是我自己的 對TD Bank 以及 整個加拿大銀行股的趨勢 一些共通點的分析 整體來說 2024年 應該是一個 完全 走回 Normalize 去回正常年份 不會有 超級大波動 在 利息收入 加拿大銀行股 加拿大銀行股 收入 又或者 在外賬撥秘 支出 各方面 所有東西都會 趨向平穩 但是 第四季 我相信 仍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波動 在當中 因為 第四季 就對比 上年同期 今天說到這裏 希望幫到你 作為一個參考 順帶提 因為股票自己投資自己買自己負責銀行股非常重要 所以 純粹我自己的意見 近公參考有意義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百拉托